括号四禁止扣除项目 禁止扣除项目是一分钱都不让扣 如果你要扣了 我给你全额调增 一分钱都不让扣 可以认为扣除标准是零吧 那不就是全额调增吗 像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 我们讲究税后分红 你不能再税前列支 包括企业所得税税款 其实这是有点预角 分期预角的性质 不用理他 我们重点要讲的是这两个 税收至纳金 罚金罚管和被没收财务的损失 记住了行政性罚款 行政性罚款 我说的够清楚吧 行政性罚款不允许扣除 如果你有行政性罚款 要全额调增 也就是说 我们将来的行政性罚款 会体现在比如说 营业外支出里边 你这列支了一百万 将来我算出利润总额之后 我会把这一百万全额调增 没得商量 这就是禁止扣除 但是这个是所有的罚款 罚金都不能扣除吗 不是 我强调一下是行政性罚款 能再解释一下吗 吃黄粮的部门罚你的钱 比如说公安局 法院 环保局 税务局 工商局 这些地方 替国家办事的衙门口 罚你的钱 不允许扣除 为啥呀 替国家衙门口办事的这些单位 实际它代表的是国家的意志 为什么罚你钱 因为你违反了国家的规定 你违反了国家规定 你还想着在国家 让你交税时扣除 不行 美的你 这些不允许扣除 但是有一些呀 看着是罚款 罚金 但是它允许扣除 比如说我要问你 允许扣除的项目有什么 我们常考的有两个 一个是企业的违约金 我答应一月底之前 我把我的产品给你 收你的钱 我先收了钱了 我不办事 我到三月份也没有给你产品 那么这时我不就违约了吗 我支付给你的违约金 是允许税前扣除的 有人说违约金是对你的一种惩罚呀 跟这种行政性罚款罚金没区别 它咋允许扣除 因为企业之间 我给你的钱 你是吃黄粮部门的行政性部门 不是 它可以扣除 还有一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银行的罚息 有人说银行罚我的钱 那不是行政性部门 错 银行是企业 它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金融企业 既然它是企业就不叫行政性罚款 那银行罚你的钱也允许税前扣除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另外还有一个未经核定的准备机 我们到现在学过的准备 什么存货低价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对吧 这几类准备 它做的会计分录都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比如说一百万 贷方什么存货跌价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等等 一百万 这个资产减值损失 是损益类科目 损益类科目 那么大家想一下 我利润表当中 什么营业收入减去 这个那个其中有一项叫资产减值损失 我是要把这一百万在这减掉的 我是要把这一百万在这减掉的 你减完了 你提的减值准备 只是你认为可能发生减值 税法不承认 将来你减完这一百万算出你的利润总额之后 税法会让你把你曾经减的一百万给我加回来 所以各类减值我们不说很复杂的 我们会计上提到的减值不允许扣除 不允许扣除那就是全额 调增 你看行政性罚款全额调增 然后我们各类减值准备全额调增 没了 就给我记住这么多 我觉得就可以了 然后往下说 以前年度亏损 这是啥意思呢 我也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2021年 假如说我算出来交税的基础 您听好了啊 我说的可不是利润总额 我说的是交税的基础 比如说我算出的交税基础是负的一百万 利润总额加条增减条减 得到的是负一百万 这负一百万是税法的口径 这个负一百万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亏损 这个亏损 我给你的时间是什么 最长你要在五年内给我弥补 但是这个弥补是随意挑哪年弥补 不是叫逐年延续弥补 或者叫逐年连续弥补 你比如说2021年的亏损 您可以在2022 2023 2024 2025 最晚2026年弥补 但前提条件 你的基数为正才能弥补 夸张一点 比如说 我现在把每一年交税的基数 都给你展现出来 比如说2022年 你交税的基数是负的20 你当年是尼仆子过江 自身难保 你是负的 当年用交税吗 不用 谈得上弥补 那一百万亏损 谈不上 我现在就研究2021年 2023年 比如说还是亏损 还是亏损 比如说亏30万 当年不用交税 也谈不上弥补亏损 那么2024年 2024年 假如说 我盈利了 我盈利80万 那可能有人迷惑 我这80万在前边 有三个付的 我到底弥补哪个 一定是延续弥补 这80万 先去弥补这 一百万的亏损 我亏一百万 你只盈利80 是不是等于弥补完了 你还亏20万呀 对 那要还亏20万 2024年表面你交税的基数是正的 但是你当年用交税吗 不用 我还亏20万 那假如说 我2025年 比如说 我又亏15万 当年不用交税 也谈不上弥补亏损 2026年 我夸张一点 行吧 比如说 我实现了300万交税的基础 那好 对于2021年来说 我是不是还有20万的亏损 没有弥补 对 那我这300万 先把2021年的亏损 20万弥补了 弥补之后 是不是还有富裕 还富裕280万 对 这叫延续弥补 你没发现 我只要有富裕 我就先弥补2021年的 2021年的补完了 你可以把2022年这20万亏损弥补了 2022年补完了 你可以把2023年这30万弥补了 2023年补完了 你可以把2025年这15万亏损弥补了 都弥补完了之后 我们交税的基础是300减20减20 减30减15得215 最后明明你交税的基数是300 我却用的是215乘以25来交税 这就是括号5 我就说到这 那么括号6 我想说一下其他相关知识 比如说折旧 我们折旧呀 会计上会有自己的折旧 税法上也会有他承认的折旧 如果这个折旧有差异 我们要调整 应拿水所得饿 啥意思 举个例子 你一看就明白 比如说 我现在为了更好的给大家举例子 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管理用的固定资产 他在告诉你啥 将来他要提折旧的时候一定是借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 比如说40万 那么代方是我们所说的累计折旧 40万 这40万是什么 是我做分路体现出来的折旧 这40万每期名曰叫会计折旧 是我做会计分路体现的 但是将来税法 由于他规定的折旧年限 折旧方法 净残职等等不同 会导致某一年税法承认的折旧 会跟会计不一致 如果税法的折旧跟会计折旧完全一致 啥都不用挑 什么都不用挑 但我怕怕什么 就是税法承认的折旧 跟会计上体现的折旧不一致 那这时就可能需要调整 我给你展现两种情况 第一个 比如说我税法 承认的折旧是60万 那是不是这种情况 大于你会计上承认的折旧 40万呀 对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有人说这是啥意思 先别管它啥意思 你所谓的利润表 是不是应该是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减税金基附加等等 减去管理费用 对吧 管理费用里面 假如说我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只考虑会计上的折旧 是不是就是你做分路那40万 没错 而实际上我们该加加该减减得出我们所说的利润什么总额 比如说100万 你要想清楚 我是减完这40万之后得出利润总额100万 可是我现在最终的目的是算利润总额吗 不是 我最终的目的是要算交税的基数 那我交税的基数怎么算 我完全是按照睡法承认的口径 那大家想一想 你是减掉40万算出利润总额 而我要算交税的基数 我税法允许减掉的折旧是60 不是40 您在这减了40 我最终的目的要达到减去税法的折旧60的目的 那就意味着我还应该减多少 20啊 这20就是我们所说的纳税调整 减少额 这再调减一个20 如果我忽略中间的过程 我最终交税的基数 这减了一个40来自于利润表 这额外又减了20 是不是累计就减了60 对 你交税的基数里边体现最终你减掉的折旧 是睡法承认的折旧60 那么都减完了 你交税的基数就变成80乘以25%等于20吧 对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所以睡法承认的折旧大 记住结论是调解 蒙都蒙的出来 睡法承认的折旧小一定是调增 验证一下 如果我告诉你第二种情况 睡法承认的折旧 比如说是35万 小于会计的折旧 40万 他一定是调增 那么我们还以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来说 营业收入减营业成本减税经济附加等等 这减去管理费用 这个管理费用体现的是会计所说的什么 折旧40万 然后该加加该减减算出我们所说的利润总额 比如说还是100万 那大家想一想 我现在最终的目的是算利润总额吗 不是 我最终的目的是我要算交税的基础 我睡法承认的折旧是35万 折旧本来就是用来扣除的 这话您服气吧 如果忽略中间的过程 我累计应该扣除的金额应该是扣除35 或者减去35万才对 可是现在不对 您在这直接减掉的是会计的折旧40 减多了 我最终要答的结果是只能减35 我只要在这给你加上一个纳税调整增加额5万 你看这减40 这加5是不是保证交税的基础里边只扣除了税法承认的折旧35 对 这一回的基础就变成了105乘以25% 算出当期所得税 也就说税法承认的少就意味着你前面扣多了 扣多了超标当然要调增 而税法承认的折旧多 你前面扣少了当然继续调减 反正不论是什么 只要会计折旧跟税法折旧有差异 我最终综合的结果只能是综合成我税法允许扣除的折旧 我这么说您服气吧 没问题 就是这个意思 能听懂就可以 然后第二个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有成本模式 允许提折旧 允许谈销 允许提减质减减备 这个会计跟税法呀出入不大 所以我在这不想特意去说成本模式 我只提示大家一句话 成本模式在会计上是要怎么的 是可以计题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的 但是税法不承认减值是要调增的 不承认减值是要调增的 没了 我想给你着重解释的就是 公允价值模式 因为公允价值模式在我们会计上 它体现的是三个不允许 哪三个不允许 不允许提折旧 不允许谈销 不允许提减值准备 是三个不允许 但是税法不承认这些 税法一根基 要求你投资性房地产必须谈销 这就形成了会计和税法的差异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这是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模式 公允价值模式 我简写一下 假如说 我在2021年1月1日取得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我花了一百万 那就是贷银行存款一百万 借投资性房地产 横杠成本一百万 说清楚了吧 好没问题 然后到了2021年的12月31日 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是一百二十万 您可以告诉我什么结论 第一次的公允价值只能跟横杠成本去比 显然涨了二十万 那涨了二十万 我们就是借投资性房地产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 是涨了二十 代方是什么 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二十 这是会计上的账务处理 我这么说你服气吧 好 那能接着往下数 如果我要说所得税纳税申报 什么营业收入减去这个减去那个 其中有一项我是要加上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因为现在这是增值 现在这是增值 我这么说能听懂吗 他一定是加上这二十万 加完二十万之后 比如说该加加该减减 得到我们所说的利润总额 假如说这回换个数二百万 好 那我接下来问你 第一 税法 税法 不承认 公允价值的波度 也就说不承认这二十万 不承认这二十万 将来就意味着我算交税的基数里边 不能含着这二十万 可是现在如果这些数来自于你利润表 你实实在在的给我体现在利润总额里边二十万 那如果我要什么都不动 我利润总额里边实实在在含着这二十万 如果我要不挑那交税的基数里边不就含着这二十万了吗 对 可是我不承认 我要保证的结果是最终最终我交税的基数里边 对于这二十万而言 我应该不含着 那就造成一个结果 在这儿 您不是加了二十万吗 我要调减 二十万 你看 你加二十 我减二十 最终综合的结果 是不是交税的基数里边没有含着这个二十万 对 这是升值 你前面加 我后边给你减 能再问一句吗 如果这个公允价值不是一百二二十八十 这笔分路是不是正好是反向的呀 对呀 这笔分路要正好是反向的 你是前面减掉二十 我不承认 我后边加上二十 总之 我综合的结果要反应为零 这是第一个 税法不承认公允价值的变动 第二 税法承认什么 税法承认拙救 税法承认什么 税法承认贪消 可是不对 按照我现在写的这两个会计分路里边 我根本没有折救贪消 因为你公允价值模式是三个不允许 不允许提 不允许贪消 不允许提 简直准备 那我是不可以这么问一句 在前边利润表里边 体现没体现折救 没有 体现没体现贪消 没有 那么我问你 你承认的折救贪消 比如说是一百万 假如说除以十年 假如说啊 我承认的折救贪消十万 我承认 你交税的基数之前 必须给我考虑这折救贪消 可是在你前边又没有体现 折救贪消不是扣除类项目吗 将来你在这会再给我调减一个十万 这俩数不一样 第一个调减 调减的是公允价值的波动 你加 我就给你减 你减 我就给你加 第二个调减 是你做分路上根本没有体现的 税法承认的折救贪消 在这强行调减十万 这是税法的规定 会计没体现 但我税法允许你扣除 这调减十万 改变不改变 你的账簿记录 啥都不改变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是用 会计利润二百 然后减去二十减去十 最后得到交税的基数 一百七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就是我该交的所得税 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模式 难就难在哪了 你既要调整你公允价值的波动 前边加后边减 前边减后边加 还要调减税法承认的折救和贪消 这很重要 不是你不会 是你非常非常容易忘了 别错了 这是投资性房地产 我就说到这 然后下边一个是交易性基础资产 税法也不承认公允价值的波动 如果有也相应的调整 这回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这儿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假如说我告诉你 它的成本是一百万 那不就是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衡港成本一百 但银行存款一百吗 好 如果我告诉你 我是2021年1月1日购买的 如果我再告诉你 到了2021年的12月31日 我给你公允价值 这回我给你两个公允价值 啥叫给两个公允价值 我分两种情况来说 第一种情况 假如说公允价值 比如说是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跟谁比 第一次的公允价值肯定能成本去比 显然涨了二十 那涨了二十我要做的会计分路是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横杠 公允价值变动 二十 代方公允价值变动 随意 二十 对吧 没问题 然后我想问的是 如果做完这笔分路了 在你的利润表当中 什么营业收入 加这个减那个 代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是不是其中有一项叫公允价值变动 它不叫随意 报表项目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能听懂吗 好 它是要加上这个数 代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是随意类当中的收益 在代方表示增加 那我在这肯定是加上一个二十 那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是什么 加完这二十 算出你的利润总额 比如说是一百万 很不幸 税法不承认 不承认 谁不承认 税法不承认 公允价值的波动 您在这给我加了一个二十 对不起 我不承认 我将来一定会在后边给你调减一个 调减一个二十 最后算出我交税的基数 不是一百 而是八十 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不考虑其他因素 这是我应该交的当期所得税 这是公允价值 是一百二的情况 换个数 假如说我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公允价值不是一百二 而是九十 第一次的公允价值跟横杠成本去比 显然是降了十万 那就应该是代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十万 那借方是什么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十万 来了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要是借方十万表示损失十万 那有人开始研究 他在利润表上要怎么体现呢 这个本身代表的在借方是一种损失 代方是一种收益 您听好了 实际在这还是加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但是不对 它是一种损失 而人家利润表当中的报表项目是固定的 你不能给人改 我们在这只能很委屈的加上一个负的十万 咱别追究字眼意思行吧 你加上负十万是不是就等于减去十万 对 你减掉十万之后 你得出你的利润总额 比如说是一百万 加负的是不是等于减 对 你减掉十万之后得出利润总额 可是我税法不承认供应价值波动 你前边加了 我后边给你减 而现在实际上等于前边减了 后边怎么着 那我就要加上纳税调整增加额十万 最后算出我交税的基数是一百一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就是我该交的当期所得税 所以不承认的东西很简单 你加我给你减 你减我给你加 这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特意举了两种情况 我希望这两种情况大家能有体会就可以了 那么看完了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们看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税法还是不承认供应价值的变动 我就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例 给你举个例子 啥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来着 就是我们口口声声所说的宗股 宗股 那么比如说宗股的成本是一百万 我告诉你 我是2021年1月1日买的 然后我再告诉你 2021年12月31日 我已经知道它的公允价值了 我再告诉你 税法不承认 不承认公允价值的变动 很简单 这都我告诉你的 我也分两种情况来说 比如说一个是公允价值 假如说还是一百二 第一次的公允价值 是不是只能跟横港成本一百去比 对 涨了二十 那这笔分路就会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 二十 带什么 带 您说对了 宗股肯定是带其他综合收益 二十 那同理 如果我的公允价值是九十 第一次的公允价值跟横杠成本去比是降了十万 降了十万 那就会带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十万 借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 到这为止您得明白一件事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是什么类科目 随意类 错 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这两种情况反映成一种情况 我营业收入加这个减这个 我一直算到利润总额这块 里边含着你这边的二十吗 不含 你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有人说交易性金融资产怎么含 你的对营科目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当然影响利润表 而这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它根本不会影响利润表 这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根本不会影响利润表 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前面加 我不承认 我减 你前面减 我不承认 你加 可是现在 我一直一眼望到利润总额里边 你没有含着这二十和十 我不承认你 而你正好没有在我的队伍里边 如果你在我的队伍里边 你加 我减 你减 我加 唱反教 可是现在你没在我的队伍里边怎么着 你没在 我只要不理你 不就代表不承认吗 所以 在后边既不会加 也不会减 就是四个字 无需 调整 既不会加 也不会减 直接 如果没有其他的调整项目 那你利润总额 比如说一百万 其实就意味着你交税的基数也是一百万 乘以25%就是你该交的所得税 因为这儿的对应科目是所有者全一类科目 无需调整 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点 交易性金融资产是要调整 是因为你利润表前面加了 我后边减 投资性房地产 公寓价值模式 我要调整 你前面加 我后边减 你前面减 我后边减 而 中股 中债 这些 根本就没有体现在利润表里边 只要不调 就等于我不承认 你 我承认的数据一定在利润表里边体现 一定在交税的基数里边体现 这儿 别错了 所以这儿我为什么说无需调整 那么第五个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呀 加计扣除这块 我在前面给大家展示了 你花了200万 我减去 除了减去200万 没有任何道理 我允许你强行调整一个200万的75% 这个加计扣除 这个加计扣除是强行调整的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既然在前面讲过 在这儿我就不再单说了 我想跟你说的是无形资产的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你是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跟税法规定一样 我就不用调了 但是我怕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人说老师这块你预期班怎么讲的这么难呀 这是当期所得税的全部内容 到基础班我要直接用 所以这我只能给大家讲难一点 比如说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为什么所得税这张很多中级学员说的很难呢 是因为他既考虑当期所得税 又考虑底岩所得税 那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不贪消 但是这个不贪消只是会计上承认的不贪消 这是第一 那第二 会计上是可以记提什么 简直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成本是一百万 换个词 账面余额是一百万 那假如说我记提了二十万的减值 记提了二十万减值 那我是不是记提减值的分路是 借资产减值损失二十万 但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二十万 好 这是会计 那么有了会计的那种 接下来咱们说税法的内容 税法跟会计的规定可不一样 税法第一 税法是必须贪消的 税法是必须要求贪消的 而且不低于十年 假如说我告诉你 税法承认的贪消额 承认的贪消额 比如说就是一百万除以十年 就是十万 这是税法承认的贪消额 第二 你还要知道税法不承认 不承认 减值准备 这二十万 我们现在先说利润表行吧 利润表完全是按会计的口径 核算出来的 比如说营业收入 还是减据 营业成本税金期付加等等 其中它减到一项 会有资产减值损失 假如说我整个的过程 资产减值损失 只有这个二十万 损益类当中的费用类 使利润减少呀 所以这减去二十万 最后该加加该减减 得到我们所说的利润总额 比如说是一百万 那好 咱分两处来说 第一 税法要求必须贪销 而贪销本身就是一种扣除 对吧 你快递上把使用寿命 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你告诉我不贪销 你根本没有做过这笔分路 但我税法承认必须贪销 也就是说 在你利润表里边 体密体现这个无形资产贪销 没有 但我税法承认 您现在要想清楚 我给你写的这边 我是要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算我交税的基础 那既然要算我交税的基础 我在这肯定是要怎么着的 调解一个 税法承认的贪销金额 十万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你税法承认 可是在我前边 一直到利润总额 这一块内容 根本就没有含着 你税法承认贪销 我在这强行调解一个十万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另外 我交税的基数 不承认减值准备 您是曾经减掉二十万 算出利润总额 可是我现在不承认 交税的基数 那我就给你唱反调 我就应该加上一个纳税 调整增加额二十万 你看 你减二十 我加二十 等于加上零 或者是减几零 不就等于我不承认 不承认的就唱反调 最后 我交税的基数就是一百 减十得九十 加二十得一百一 是一百一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来交税 别错了 这是这块内容 我就跟你说到这 然后再往下是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完了 这个专题就结束了 那么预计负债是怎回事呢 您听好了 我先说售后保修服 老规矩 我今天卖出的笔 我跟你承诺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 我给你免费维修 谁免费维修 是我给您免费维修 您不用花钱 但是我得花工钱 我得花料钱 这一部分钱对于我来说 最终会形成费用 只不过站在现在的角度 是应付而未付 会形成预计负债 当我今天把东西卖出去 我就根据一个预计值 我就会做借销售费用 带预计负债 比如说一百万 这是会计 你做了借销售费用 是不是在你的利润表里边 比如说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减税金基辅加 这就会减去一个销售费用一百万呀 对 算出你的利润总额 但是对不起 税法不承认这种预计 那要不承认 不就是唱反调吗 那在这就会加一个纳税 调增一百 你减一百 我后边加一百 是不是等于没加没减 对 所以在这就是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同理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违约了 您把我给告了 您让我赔您钱 我说了 企业间的违约金是可以税前扣除的 我做会计分路的事 借营业外支出带预计负债 比如说一百万 还是 只不过这回会在营业外支出里边体现什么 一百万 但是这一百万呀 在你预计的时候 没有实际发生 法院还没判决你必须赔的钱 这种预计的税法不承认 你不是减掉一百万吗 我在这给你加一百万 叫调增一百万 预计的不算 要全额调增 但是呢 税法有个规定 如果这样的支出 比如说 你真的发生保修义务 花钱了 你真的法院判决 你就是摆诉 你就是要拿出一百万去 你是不是要做的分路是 借预计负债一百万 贷银行总管一百万 对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可能就有一个问题 这笔分路跟损一类科目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既然跟损一类科目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们是不是在利润表里边 我给你写在这 跟损一类科目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一直到利润总额的时候 你并没有看见这一百万 对不对 对 他就不是损一类科目 但是税法规定 当你实际支付这一百万时 我允许你税前扣除 可是我损一类科目里边都没有这个数 那结论是 我在这强行调减一个一百万 这个原理我在前边给大家说过 所以这是调减 赢纳税所得过 在你计题 在你预计的时候 不承认我调增 在你实际发生时 我调减 那我如果把现在这种预计的时候 理解为现在 是不是实际支付的时候 我可以理解为未来呀 跟未来有关系的 再说一遍 跟未来有关系的 当然会产生地盐所得税 就这个意思 所以它会产生地盐所得税 这是后话 我想说的是当期所得税 你的预计数我全额调增 你实际支付的时候 我允许你花了多少 调减多少 这是前两种 那有人说是不是调增了 在预计的时候 实际支付时都调减 未必 比如说有一种情况特殊 债务担保 你非得给假公司 在他向银行借款时提供担保 假公司真的还不起账了 银行把假公司告了 把你作为连贷担保人也给告了 你可能就会预计赔偿人家银行一百万 借盈以外支出 但预计负债一百万 这一百万是真的等法院判决才做账 不是 只要你收到法院传票 你就根据你的经验 你大概赔偿一百万 你担保了多少金额 你总该知道吧 这种预计的数 税法不承认是要调增的 因为你在赢一万支出 是减了一百万 我要不承认 唱反调 后边不就加一百万吗 但是 这种担保支出 哪怕实际支付了 我不允许调减 有人说凭什么 道理很简单 你活该 大额怎么叫 该呀 我小闺女现在经常说这句话 因为你愿意给别人担保 你才花了这一百万 你既然愿意给别人担保 就不在乎这点税钱 哪怕你将来支付了 我也不允许你调减 就是你支付了 你就偷偷的支付 绝对不会像现在这种情况调减 你前面没有含着 我又不让你调减 不就等于这一百万 你等于在计题室就交过税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调整应纳税 所得偶 这个内容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然后大家可能觉得 有的好理解 有的难理解 但是没办法 毕竟不是科班出身 讲税法的 虽然在若干年之前 我讲过 我讲过 社务师的 税务代理事务 税法给大家讲错的 可能性没有 现在叫涉税服务实务 讲过好多年 但是毕竟在有限的时间内 要把税法的东西和会计东西 一块贯穿给大家 还是有一定难度 对于这块内容 我希望大家多听听 你如果稍微信心一点 你会发现 我这块内容比往年讲的细一细 这就是我们专题一 所得税的相关知识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